选秀节目超级偶像出身的女艺人李慧琪去年7月替人顶替车祸赵陶案件 尽管被捡警察较有意 人间称车是他开的 直到案件送法院审理才坦白 经被新北地方法院依顶替罪判刑三个月 欢刑两年 另外真正车祸赵陶的男子林彭玉今天也被新北地检署 依照是陶逸罪起诉 去年5月22日 国道一号泰山路段发生一起追撞车祸 赵氏叫车当场逃逸 事隔一个多小时 李慧琪就向国道警察自首 他公称车是他开的 并在笔录签名 但检方调查赵陶车辆并非他的车 而且事发后马上加速蛇行逃逸 与一般女子驾车习惯有别 进一步追查 才发现赵氏的另有其人 检方调查 李慧琪手机在事发当时的定位都在桃园市中立区 反而是他的灵性老板手机曾经过赵氏路段 偵讯时 他公称自己的手机因为吃中午喜酒掉在中立 老板的手机则是老板不小心掉在车上 当时车上只有他一人 老板电话全都是他接的 但说法未被采信 检方传换车祸当时曾与林庆老板手机通话的五名证人 证人均称是与林庆老板通话 内容说到在高速公路车祸 也提及车祸赶不及参加南投的活动 甚至询问何解理赔事宜 由于李慧琪时口否认定期 检方依法起诉直到案件送到法院才改口 承认替人顶包新北地院 虽于已缓刑 但同时也判他需缴交五万元给国库 并接受六小时法治教育 选秀节目超级偶像出身的女艺人李慧琪 去年七月替人顶替车祸赵逃案件 尽管被检警察较有意 人间称车是他开的 直到案件送法院审理才坦白 经被新北地方法院依顶替罪判刑三个月 欢迎两年 本报资料照片分享